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花廚房 今天要來打酪梨布丁牛奶 還要種酪梨素 準備酪梨160克 鮮奶180克 布丁100克 酪梨只要頭部跟尾部軟了就可以吃囉 像這樣壓下去軟軟的 用刀子切一圈 裡面有一顆酪梨子喔 接著直接用手打開 把酪梨子取出來放旁邊不要丟掉了喔 把那層深色的磨濕掉 把那層深色的磨濕掉 把酪梨的外皮剝掉 一般來說都蠻好剝除的 假如皮跟果肉黏很緊 可以直接用湯匙把果肉挖出來就好囉 然後把酪梨切成小塊 把酪梨切成小塊 然後把酪梨切成小塊 把酪梨切成小塊 沒用完的酪梨可以冰冷凍下次用 或是直接加蜂蜜就超好吃的 果汁機內加入鮮奶 酪梨 還有布丁,超可愛的 可以依個人喜好加幾塊冰塊 來打酪梨布丁牛奶了吧 持續打均勻就可以了 這個比例打出來有點像奶昔的質地 很好喝喔 這樣酪梨布丁牛奶就完成了 把剛剛的酪梨籽洗乾淨 來種酪梨素吧 可以直接用布丁的容器 放進裝點水 把酪梨籽放進去 記得尖端在上面喔 二至三天換一次水 我還有一個是六天前種的給你們看 已經有裂開了 而且下面也長根了 超有成就感 再放一陣子就會發芽囉 發芽之後就可以找時間種到埔裡 我還有一顆是快一年前種的 長得非常好很翠綠 放在家裡看到就覺得很開心 這就是酪梨家族 好 好了趕快來喝酪梨布丁牛奶了吧 加了布丁真的好神奇 整個把酪梨牛奶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無敵好喝 超幸福的 連不喜歡酪梨的家人也超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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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剛剛沒倒完的倒進來 再把剛剛沒倒完的倒進來 喝完了真的超好喝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